最近全台地震不断 中央气象局除了提起民众还要随时注意安全之外 也表示受南马都台风外围水气影响 东半部有短暂震雨几率 星期二天气转凉 周末受东北风的影响水气会增加 提起民众要攜带雨具 这几天花东民众除了流星地震的雨震影响 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根据中央气象局表示 周一下半天起至周二东北部会转凉 加上南马都台风外围水气影响 花东天气周二周三会有短暂震雨几率 民众出门记得攜带雨具 可以看到这一周大概都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这一周的天气温度会比较低 然后水气可能会比较多 因为在北方带下来的水气也会多一点点 在南边水气也会影响我们一点 所以整周的天气大概会受到这一波 东北风跟台风的影响 所以天气可能会比较不稳定一点 这周天气大概就是水气很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水气没有多到 是会让你整天都下雨 所以可能就是阴雨阴雨有时候透些光雨 有时候下一些雨 然后在银峰面上或是局部地方的 银峰面的山坡上 雨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高温整个基本上就向下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高温 大概就是31度上下而已 然后低温我们可以看到在20 21的时候晚上 低温可能还蛮低的 22度 所以可能就是说你早出晚归你还是带好一下雨具 然后你应该说可以开始准备一些博外套 早出晚归的时候你可以预涵一下 目前南马都跟菲律宾东边都有一个低压 所以在花莲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有一些长浪的可能 然后波浪高度我们的预测出来的还蛮高的 可能有到3米多 所以还是提醒观众不要去海边 或是你去海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海况 周三起各地气温逐渐回升 各地都是晴湿多云稳定天气 不过周五后东北风增强 台湾周边水气又增多 东半部周末天气又将转为不稳定 提醒民众秋天脚步接近 找出晚归 记得适时增添薄外套 做好防疫 留意自身健康 记得掌方烟火灵师报导 除了